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我们讨论一下到底晨光这个第一道主光 对人们来说甚至是对大学生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时间为您介绍的是晨光基金会的创始人也就是会长Paul Paul您好 你好Charlene你好观众朋友好 接着呢为各位介绍的是晨光基金会的副会长也就是Gigi Gigi您好 HelloCharlene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其实我也是天下卫视粤语台的主播 也是晨光基金会的副会长 对啊所以其实晨光基金会呢据我所知 从2005年开始的是吗 是的2005年 那个时候呢我正好在美国的政坛退休下来 那么一个好朋友 就是当时候中国住在洛杉矶的总领事 钟建华大使 他说你在社会的人脉关系很好啊 再加上呢我们中国呢还是有很多地方呢 需要华侨华人的帮忙不如我们来做一个慈善的机构 这个就是2005年晨光基金会的诞生 而且的名字呢都是钟建华大使起的 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理由 那么13年来呢我们做的很努力 也做的我相信也不错 那么在中国的四个省 就是安徽 广西 江西跟湖南 我们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其实我知道晨光基金会呢 也是从副会长GG这边告诉我的 GG你是什么时候参加晨光基金会的 我大概是2008年吧 2008年 晨光基金会创立了大概是三年之后 那我就机缘巧合之下认识了Paul 那他因为呢他也是在华人政坛里面呢 就很出名的 也是首位南帕萨迪纳市 South Pasadena的市长 华人市长 那所以呢就机缘巧合之下认识了他 那也都认识了晨光基金会 发现他们做了很多非常之有意义的事情 那除了是有帮刚才Charlene有讲过 是我们的中学生之外 大学生之外呢 其实呢也都有在国内很多贫困的地方 有兴建一些小学的 那所以我当时非常之有感动 那如今也都成为了一位智建者了 所以从2005年开始 由会长创办了晨光基金会 2008年GG的加入 从这样2005年一路走过来 13年的时间 不但是有很多我们所谓的大学生 可以拿到奖助学金 刚刚具体副会长也提到了 其实很多小学也都有拿到 晨光基金会的赞助 我先请教会长一个问题 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奖助学金呢 奖助学金 当然我们退一步说 当时候我们跟中大使 还有很多这个开始创始的一些会员 大家在讨论 那么既然我们想到中国去 这个华人华侨作为那个 负一点点的力量帮助中国 那么哪一类的工作是最好呢 结果呢我们大家都同意 就是教育方面 所以我们在过去的13年呢 我们就要考虑 13年前那个时候 在中国还有很多破破烂烂的小学 所以我们第一样的工作呢 就是把那些破烂的小学改建 或者是装修 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已经差不多到现在为止 已经做了接近30家了 在国内呢他们是叫希望小学 那我们把它叫成晨光小学 是一个概念的 后来呢就感觉 除了小学以外 大学生其实也很需要这个帮助 那么最大的帮助呢 就是他们那个学费可能不够 那么虽然可以问国家借 但是呢生活费还是没有 所以就有的时候他们会很苦恼 那么这样子我们就提出来 我们给他们一个奖助学金 最后呢我们定下来在四个省 每一个省有两所的大学 每一个大学呢我们发50个奖助学金 这样子一来就变成400个奖助学金 每年这样子做 十多年来我们坚持 所以呢现在送我们帮助的大学生 我看已经超过4000个了 我看比现在的小朋友都还要多了 还要多 现在那个大学的奖助学金 可以说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项目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项目 我们一共呢是做六样不同的工作 四样是在中国 两样是在美国 那么除了刚刚说的小学 跟大学的奖助学金 我们还有呢就是帮助一些非常贫困的 我们叫那个呢是中学的 叫陈光班 那么今年呢我们很高兴 十位非常贫困的 包括有一些是父母都不在啦 有一些是单亲的啦 留守儿童啦 帮助他们完成了这个高中 今年他们都要高考了 而且呢每一个都有志向 要考上大学我们也祝愿他 所以呢这种工作呢都是很有意义 另外呢我们在中国呢 还有一项我们叫支教 什么意思呢 就是大学生 特别是拿我们奖学金的大学生 毕业了 那么他们也愿意呢到山区 到贫困的那个农村去当老师 那么很好啊 因为那边的师资很差嘛 所以他们就过去呢当老师当一年 那么学校呢也很支持 就是他原来念的那个大学 就让他们一年以后呢 免试可以读那个研究生 哎呀多好嘛 对 小学也开心 学生也开心 那个 老师也开心 老师也开心 可以对不对 继续进修免费的 是是是是 大学也开心 问题来了 那么他们的生活费怎么办呢 是 因为农村的小学生不可能给他生活费 所以呢我们现在呢 一年我们有四团的支教团 每一团是大概在十个人左右 那么他们的生活费呢 就是由我们来负担 我们就叫那个叫成光支教团 那么这个四项工作呢 是在中国做的 另外两项呢是在美国做的 一个当然就是我们有东宁营 夏令营 还有一个呢很有意思的 现在也越做越大了 就是那个奖助学金 给此地的中国留学生 也给此地的华人华侨的本地生 等一下我们可以慢慢的谈这个问题 对 所以其实成光基金会 它以教育为主轴 让所有的学生们 不管是小学生 中学生 甚至是大学生 都可以看到 为了教育而看到那一道主光 因为其实我觉得亚洲人 真的是觉得 有了教育 就可以出人头地 你就可以开创另外一片天空 刚才会长其实也提到了 奖助学金在中国有颁发 其实在美国也有颁发 副会长你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奖助学金是给什么样的学生 奖助学金的金额大概又是多少 我们现在开始呢 这个奖金额是五千块的美金 哇 其实都很稳多 每一位学生 对 这个对 比我们在国内的可能还多 因为这边的生活费用 学校的学费也是偏高 所以我们是每一年的话 现在大概是设有十个的奖学金 但是有时候我们有看到一些 应用 他们是真的很需要 有超过的话 我们也会去再帮助多一些的学生 OK 那他申请的资格呢 资格呢 学生们 我们分开两个部分了 好像刚刚我们会长有说过 主要就是帮助 第一就是内地过来的外地留学生 另外一个就是当地的 就是本地的学生 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学生 那基本上他们需要 第一个也是我们成光的宗旨 就是他们一定要是有 经济上的需要 贫困的 我或许用过的话再说一下 我们神光基金会的宗旨 其实就是要雪中送坛 而不是感想添花 当然在美国里面 有很多很厉害的华人学生 但是如果他的家庭已经是可以负担到他的学费的话 那我们神光基金会就不会去 或者去特别去帮助这一班学生 我们希望可以私以援手的就是一班 是可能如果没有了这一笔奖学金的话 就要打工 就是要做多很多工作的了 又或者是父母其实根本是 真是给不起这个费用 学生可能根本是读不到书的 所以其实刚才副会长提到 今天成光基金会的服务宗旨 就是为了要雪中送坛 而不是要锦上添花 是的 我们十多年来都秉持着这个理念 就是帮助那些真正有需要的小朋友 或者说是学生吧 所以雪中送坛是我们一贯的宗旨 那么刚刚基金也介绍了 其实我们这个在美国的奖助学金 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给中国来的留学生 那么这个很简单 他是中国人 拿持有那个中国的护照 而是在这里念书的 念大学跟硕士的 那么我原来都不知道 原来留学生就foreign students 是不可以申请这个贷款 所以他们要就拿奖学金 要就是要出去打工 但是他拿的是学生身份 又不能打工 所以我们就很高兴地 可以提供这样子一个 留学生的奖助学金 那么刚刚基金提到的 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本地生 本地生的概念就更简单 只要你是华人华侨 你已经在此地 要是公民居民合法身份的都可以 甚至有人会问一个问题 那么混血的可以吗 可以 只要你有中国的血统都可以 那么你已经在美国的 你要念大学念硕士 这个就已经符合了 但是就像基金所说的 这个经济上有需要雪中送炭 这是非常重要的 就算是雪中送炭 还是要看到第一道烛光 对对对 没有 我就想说很多时候现在 可能很多人会想 中国来的留学生 他们不是都已经 很有钱不是吗 对啊 都开Ferrari什么的 但其实这个只是一部分 对 真的 有很多很多 现在过来的这些学生 他们的父母可能还是在做按摩 或是可能一些工作时间很长 但是资金也没有很高的 所以他们去要做这个生活上的这个支持 是特别特别的困难 不是每一个都看Ferrari 对 当然 当然 因为其实这么大一群人当中 当然会有比较不一样的一群人 有的真的是很少就来到这边 可是爸爸妈妈一辈子都在餐馆里面打工 就为了是要让自己的孩子 可以上好一点的学校 他的未来可以更光明 今天非常谢谢会长 非常谢谢副会长 来我们天下综合台 跟我们谈到了 其实陈光基金会 对于所有的大学生们 甚至想要读研究所的研究生们 只要你有经济上面的困难 都可以上网查询 甚至是打电话问他们一下 到底今天他们的5000块奖助玄金 可以怎么样拿到您的手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